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带进去 10Ω带进去之后呢 我们经过处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结果 是400除以3再除以10 最后答案就是3分之40瓦 这一题就到这里结束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立体练习2 下列有关方坡的叙述当中何者错误 选项1波峰的因素为1 选项2电压有效值与最大值相等 选项3可视为正旋坡的基本坡 与其无限的偶似斜坡之和 选项4属于周期的对称坡 首先第一个部分 波峰因素等于峰值除以有效值 我们知道方坡的最大跟有效值都是VM 因此CF等于1 这个选项述述是正确 第二个选项 它说有效值跟最大值相等 我们知道方坡最大等于有效等于平均值 都是VM 因此这个叙述也是正确的 第三个方坡可以当成正旋坡的基本坡和无限次的偶次斜坡之和 这句话显然有问题 因为应该是无限的即时斜坡之和 因此这句叙述不正确 第四个属于周期对称坡 方坡、正旋坡还有三角坡 我们在这里都是属于周期的对称坡的 因此这个叙述是正确的 纵观以上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题的选项3 为错误叙述 因此是正确答案 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列题练习第三题 下列有关三角坡的叙述当中 下列何者正确 选项1 波峰因数为根号2 选项2 电压有效值跟平均值相同 选项3 可视为正旋坡的基本坡跟无限次次斜坡之和 选项4 波形因数为根号2 3分之2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1 波松因数的部分 波峰因数等于峰值除以有效值 三角坡的峰值电压是Vm 有效值是根号3分之Vm 相处之后得到根号3 因此叙述上是根号2 叙述并不正确 第二个 电压有效值跟平均值相同 有效值的部分是根号3分之Vm 等于0.577Vm 平均值的部分呢 是2分之Vm 是0.5Vm 因此这两个当然并不相同 叙述并不正确 那什么的有效值跟平均值相同呢 应该是方坡的 第三个 视为正弦坡的基本坡跟无限基次斜坡之和 这个其实应该是方坡才对 所以这个叙述如果是用在三角坡 显然并不正确 第四个选项 波形因数为根号3分之2 波形因数 FF等于有效值除以平均值 有效值的部分是根号3分之Vm 平均值是2分之Vm 因此相处之后得到根号3分之2 这个答案叙述是正确的 纵观上面的说明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就是选项4 接着我们来做第四个练习 有关方坡跟三角坡的叙述 下列的叙述何者为真呢 选项1 若峰值相同 三角坡在负载上的功率较高 选项2 平均值相同的时候 三角坡在负载上的功率较高 选项3 方坡的坡峰因数比三角坡的大 选项4 三角坡的坡形因数比方坡的小 选项1 若峰值电压相同 三角坡在负载上产生的电功率较高 电功率公式是P等于V平方出于R 其中V必须是有效值 请记得要用有效值计算 因此有效值电压较大的 电功率较大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判断 谁的有效值比较大 假设峰值电压就是Vm 这时候 方坡的有效值就一样是Vm 而三角坡的有效值是更好3分之Vm 直接看得出来 方坡的有效值比较大 代入功率P等于V平方出于R之后 当然方坡的功率也较大了 所以选项第一个叙述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选项 平均值若相同 三角坡的负载产生功率较高 我们假设平均值就是VAV 方坡的最大值就是有效值就是平均值 因此方坡的有效值就叫做VAV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 三角坡的平均值VAV是2分之Vm 因此峰值电压Vm等于2倍的VAV 我们想要看的是有效值 所以三角坡的有效值是更好3分之Vm 就会等于更好3分之2VAV 所以这时候会等于1.155的VAV 我们将这两个做比较 刚刚我们得到的方坡有效值就是VAV 而三角坡的有效值是1.155VAV 显然三角坡的有效值比较大 因此产生的电功率当然也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选项上的叙述是正确的 这次还是提醒你电功率计算要用有效值哦 接着来看选项3 方坡的坡峰因数比三角坡的坡峰因数较大 坡峰因数就是峰值出于有效值 方坡的Vm跟有效值都是一样都是Vm等于相除之后等于1 三角坡的坡峰因数 Vm出于VRMS的部分 Vm是一样的 VRMS是根号3分之Vm 所以相除之后得到根号3是1.732 由此可知方坡的比较小 而三角坡的CF是较大的 因此本向叙述并不正确 第四个部分 三角坡的坡型因数比方坡的坡型因数较小 坡型因数是有效值出于平均值 因为方坡都是Vm所以等于1 三角坡的部分是有效值出于平均值 有效值是根号3分之Vm 而平均值是2分之Vm 我们刚刚也求过是根号3分之2 就等于1.155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三角坡的坡型因数是比较大的 因此本向的叙述也不正确 纵观上面的叙述 我们可以知道 选项2平均值相同 三角坡在负载赛产生的功率较高 是正确答案 本单元介绍到这里 同学回去可以多加练习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